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最近出了新书 卸任之后的他讲话更直接 炮轰长庚医院三十几年以来 少缴了几百亿的税 他还点名长庚的最高顾问吴德朗带头逃漏税 而听见杨志良这样的重炮抨击 吴德朗相当火大 表示一定要告他 卸下公职才半年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现在改当教授 还提笔写新书 其书内容人不改大炮性格 毕业就炮轰长庚医院 只顾赚钱却没有提升医疗照护品质 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环境 干脆直接改名为台宿医院 还点名最高顾问吴德朗带头逃漏税 财政部那时候是不是受到长庚的压迫 或者是受到长庚什么好处 居然可以这个医师可以百分之二十 可以不算这个算入这个综合所的税里面 这是三十几年来几百亿 我们的吴德朗先生 就是逃漏了三十几年的税 杨志良认为财团法人医院 例如长庚体系是公共财 但政府对于医院的监督 却比不上一家上位公司 而且还享有许多免税优惠 国内财团法人医院管理 有很大的问题 而面对这样的批评 吴德朗表示不以为然 还回呛 怎么不再署长任内改革 既然现在已经离开 就要闭嘴不排除对杨志良提出告诉 杨志良说财团法人医院 不能只有主管参与董事会 也应该要有基层员工 甚至病患代表 由病患自行登记抽签选出 增加外部监督机制 共同监督医院 而卫生署正在进行医疗法修法 将更明确规范财团法人医院 董事会的运作模式 预计9月新会期送进立法院审议 看来杨志良的新书还没上市 就已经在一届引爆一颗震撼弹 记者赖水美张国梁 陈昌伟 他会报道